新麗門窗之 YOU 貓頭鷹時間 是由以下相互特約贊助播映 新麗門窗 澳門街 紛紛郵論 中國歌壇最早的六位天后就是 吳吶欣 張露 姚妮 李香南 李香南 爹 明天 發光 如今日的專題特輯 要介紹的 周旋 今天我們要講周旋 對,說到周旋 相信大家一定會記得是金桑子和天涯歌旅 周旋的聲音真的是很聰明 是《金桑戒》 真的聲音很漂亮 《金桑戒》 是的 還有《天涯歌女》 也是當時唱的很多首名曲 其中一首就叫《天涯歌女》 很多歌 真的很多歌又拍電影 厲害 聽聞他1934年到1950年 總共拍了60部電影 哇 真厲害 還有我覺得《馬路天使》 拍得非常好 比很多《七日仙》 還有聽聞周全是第一位女星 拍電影是有接吻戲的 是的 我搜集了這些資料 很多年了 經過很多年 很多晚的幾乎通宵的剪輯 才能夠拍到《周全特輯》 今集是上集的 我們分了兩集播出 好啊 我們看看周全的一生點 以飾演《馬路天使》中的歌女小熊 而一舉成名的周全 就有著《甘桑寺》的美語 他在短暫的人生之中 共拍攝了六十多部電影 觀錄了二百多首歌曲 就以這首《夜上海》 正在講出當年的上海璀璨的年代 《夜上海》 《夜上海》 既是個牡蝶城 花膽情 月山將 葛無山雞 總月天堂 笑臉翼 誰知他 美風苦沉 月山 火山 為了 月山 祝依 echo 鑛鑺尉崎 花膽 月山 佬ala 五 dud 下面 phụ 月山 何星 月山 LOVE咪 月山 月山 楊 祖 adoption 月山 詩乌 月山 太健康 月山 ently 我雅 느紹介紹 月山 時 unfold 月山 GRAB 月山 月山 录沉 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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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旋在三、四十年代 成为飞升海外的一代歌声 但他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迷 周旋一直以为他自己的亲父 叫做周文鼎 直至有一天 同父义母的二哥哥 无意中说出一句话 他说你不是爸爸生的 他突然感到非常惊讶和痛苦 更有人传言 他母亲是一个离姑 幸好莲花庵的师太 证实他的生母不是离姑 他的养父周文鼎 还表示要帮周旋找他的生母 1941年周文鼎死了 没有留下任何给养女的交代 他好像感到永远失去了 和生母重聚的机会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去找 1945年 他拍摄《凤凰于飞》的时候 制作公司为周旋公开尋帽 海角天涯 周旋始终找不到他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一生遗憾 周旋日后又如何面对呢 天涯呀海角 米呀米之意 天涯呀海角 米呀米之意 天涯呀海角 米之意 周旋在短短不够四十年的一生之中 有十个名字 1920年周旋出生在江苏常州姓苏的人家里面 学名叫苏扑 小名叫义冠 即是第一个名和第二个名 三岁的时候被舅舅拐到江苏省的金云园一带 后来被一个人家 姓王的人家收养了 改名叫王小雄 第三个名 后来养母欧阳玉珍改嫁给上海一个工人 就将小雄送给上海一个姓周人家 这样小雄就换了姓 叫周小雄第四个名 1932年周小雄经人介绍之后加入了明月歌舞团的集围 在一次演出之中周小雄演唱了一首抗日歌曲 叫民族之光 其中有一句歌词就说 往前进周旋于沙场上 小雄唱得特别投入的 受到观众的赞赏 团长黎锦辉替小雄起中的名字 就叫周旋第五个名字 后来有人建议一张海旋门的旋字 其中旋字意思是美玉的意思 第六个名字 然后在演艺圈里面 人人就叫做旋子 第七个名字 抗战胜利之后周旋应邀去香港拍片 香港期间他将贵族物品 存入银行保险箱里面 故口登记的名字叫周英 是他在去世之后才查到的 第八个名字 到1957年周旋被送去上海精神病院休养 病历卡上面写他的名字叫周玉芳 第九个名字 周旋病逝之后 上海市公正署对周旋的遗产继承权进行公正 在公正书上面的名字叫周精 精武门的精 第十个名字 炎华是周旋的第一个丈夫 他们两个人在北平结婚 但婚姻没有维持到多久 匪文使周旋以为炎华有外遇 而炎华误会妻子令结新欢 大吵大闹之后 周旋偽然出走 最终他们两个都签子离婚 经过一段颇长时间 周旋在上海剧艺舍演出的后台 形式了一个唱戏的石暉博 成为周旋心目中的崇拜偶像 慢慢成为一对情侣 在电影夜店里周旋和石暉第一次合作 周旋去香港演出 臨行时和石暉匆匆订立了分约 在香港周旋不断听到身边的人说 石暉对她的爱情日渐下降 甚至上海报寺也有报导石暉是一个负心汗 使周旋更加心灰意冷 两个貌合神尼的男女没多久就分手了 经历过两次情变之后 周旋感到心力交水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早已经接近她身边的一位 她叫朱怀德的年轻商人对她特别殷勤 1949年她来到香港之后 就和朱怀德同居了 周旋很愚蠢地把全部的积蓄交给朱怀德 没多久朱怀德带着钱返回上海 然后就虚欲和学 秒无音数 好花不长看 好情不常在 吵得见了美 来把小河带 静下离别好 喝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 轻轻的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再不 会更何等 来来来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冰箱里别好 何日君再来 真的很惨吧 是的 其实我觉得周旋也算是红颜薄命 只有38岁很可惜已经过了身了 我们知道她的儿子叫周伟 还有一个孙女叫周多多 在多人多 听说是在多人多 那时候上过我上一次的演唱会 周多多都是我学生来的 周旋的孙女 其实周多多她是在UT读的 我现在相信她已经是毕业了 但是我找不到她 那是不是她也遗传了音乐细胞 如果我找到她 我就叫你 她也遗传了音乐细胞 也遗传了给她的儿子 孙 我刚才看到当周旋的爱情故事 这么坎坎之后 她的晚年 所谓晚年 都是四十多三十岁的时候 三十八岁也过生的 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最后几年的时候 她在香港都是很多事情发生的 结果她肺炎病逝之后 也都说 以后的人 就会感觉上 这一生来说是值得去拍摄 去做她的电影 周旋转 不如我们看看以下 下个星期 我们再讲周旋的下集 分享一下 新문枪之 you 猫头鹰时间 是由以下相互 突若赞助播影 新丽门枪 岳门街 于闻邮轮 新丽门枪之 you 猫头鹰时间 是由以下相互 突若赞助播影 新丽门枪 北来迅京邋饭店 新旺角广场 又回到我们的腰猫投影时间 明年,上星期我们的周全特辑 跟大家介绍周全的童年故事 和一些爱情故事 它在幼年的时候 又被人拐,被人卖,又寄养 真的很惨 甚至她的爱情也非常不如意 我们现在先继续看看片段 看看她之后去了香港 她的生活又如何呢 周全生前一共拍了43部影片 包括《孟姜女》、董小苑、西商记、 《瑜伽女》、《红楼梦》、 《长相思夜店》和《青宫秘史》等影片 有人说周全的处女作是美人恩 周全在片段上就是客串跳舞唱歌而已 所以她认为《花竹之夜》 才是她的第一部电影 周全在1937年的时候 电影《马路天线》 她飾演这个女主角小浩 成功地索造了受尽凌辱 但对前途很有理想的波鱼形象 她认为《马路天线》 是她一生人之中最满意的杰作 不说或者你们不知道 在电影《马路天线》里面 周全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拍摄摄影镜头的女明星 《马路天线》周全唱出的很多美歌 在电影里面包括有天涟歌女 周全生前一共演唱过200多首歌曲 其中有114首是电影的插曲 1934年上海大晚布举办播音歌声竞选 结果白红得到冠军 周全屈居那军 但是获得金桑子这个称号 1945年5月周全在上海金刀大器园 举行过三场独唱音乐会 不是在红馆 而在上海金刀大器园 当时入场票价居然当年的币值是三千元一张票 非常贵的 但是仍然有很多歌迷搶购一空 选择 星上的人儿又笑的脸庞 他躺在山頂給我春光 天上的人兒有多少寶藏 他能在黑夜給我太陽 我不能夠給水朵都緊要的春光 我不能夠讓水垂的胸中的太陽 天上的人兒你不要悲傷 願你的飄如永遠那樣 願你的飄如永遠那樣 1951年周旋在拍攝和平甲電視影的時候 因為中途患病就失陷了 1957年病好了 6月就演出在上海電台 受到歌迷的盛大歡迎 但是在同年1957年的9月 他患傷風肺炎突然間病逝 結束他短短的三十八年的一生 周旋病逝之後 香港導演陶光啟等等的人 就拍攝了周旋轉 周旋的好朋友作曲家李口湘 曾經收過周旋寄給他的九封信 而周旋這九封信 就成為研究周旋生平的珍貴治療了 事至今天 在海內外 我們都經常可以聽到他的歌聲 同時他留在人間裡 還是他三十八年 一代歌聲令人深酸的悲劇 以及他心底裡的瘋狂世界 一代歌聲令人深酸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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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 你满台奇怪 台奇怪又 台奇怪 什么小痛快 什么小奇怪 什么小气 什么小爱 鸟尾从此不去看 我爱从此不去看 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 有疯狂的世界 Lanny 周全 我知道他的小子 周伟和他的孙女 周多多都是多人多的 是的 周多多是在UT上毕业 你刚才知道周多多得到一个名称 是 没错 之前访问Alice Cole 他也介绍过 最近有个比赛叫做《未来小姐》 周多多也得到了《未来小姐》的名称 我知道其实他是两姐妹 一个唱歌 她是姐姐的弹琴 没错 两个都是围传周全的一些音乐细胞 他的小子周伟和周多多都在我以前的演唱会里面演出的 我们在台下平均 我母亲是周旋 她在音乐和电影 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中国的电影史和音乐史上 都留下了她独特的成就 在大陆也好 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也好 周旋的热 一轮一轮的周旋热 向我们走 我们给点掌声 其实我们也很尊敬 我们一向 我认为一个歌后 周旋 她真的是一个一代歌后 但她一代歌后也有传递给个儿子 为何不唱歌 儿子而唱歌 吹烧 儿子的女儿就不唱歌 我给点掌声 我们周多多 是Amanda 是周旋的孙女 哎呀 你干什么 这个学生很好 这个学生很野蠻 很刁蠻 我经常都不听话 但她是英文的天涯 你一边参与她 参与她一段 可以 可以 唱第二段 OK 参与她一段 英文的 对 好 那我们给点掌声 周多 Amanda 唱这首是天涯歌女 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我们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我们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在中国语和英文版会 我们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我们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他们是国语和英文版会 Nangya danaya Chulita sea You and I We here too Nunan we go So I save our youth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Cause love is ever tru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i-ya-ai-ya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是一条心 人生呀水谱 水呀兴起家 小美丽诗仙 浪诗诚 浪雅参加一池不离分 Ai-ya-ai-ya Langya-danggwai Iji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i-ya-danggwai 大家好 謝謝大家 你先進去吧 你的爹地在這裡 你不懂聽我的廣東話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拒絕 不行 你拒絕 等於快點出來 再給我一點掌聲 周多多 Amanda 正所謂戲如人生 人生語氣 周全短暫的一生 都屬於非常傳奇 你覺得是嗎 當然 我在電視台製作 我做了四次都是周全特輯 在香港也做過 在中文電視也做過 在電台也做過 所以這次是第四次 是做周全特輯 其實很多製片家 他們都用周全來題材 因為它真的很特別 所以大家都看過 陳宋令和黎明 屬於主演的天涯歌女 都是用周全的故事 作為題材 令到黎明變成天王 對呀 如果還想看的 上網有可看的